佛陀等于是前面跟生物人交代 他当初是怎么样的未实施权 在什么环境之下 说了涅槃最后开前前时 做一个总结 说我有种种的方便力 来开示三寸的法门 一切诸世尊 坚说一寸道 不是我这样子 其实每一尊佛 究竟都是成佛之道 只是在这个过程 佛陀开出的生物圆觉菩萨的差别 经此诸大众皆因除疑惑 你们不要有疑惑了 不要以为你们走错了 你们看到华原的菩萨 功德这么深 你们迟早会得到的 而且你们前面走的路也没有错 他也在你的真如当中 开显某一方面的真如本性 只要你们改变观念 诸佛以无益为益无二称 今天我释迦摩尼佛这样讲 来三的佛也是会这样讲的 因为只有一佛称 没有大小称的差别 这个是一个过渡 究竟归一称 就是三世诸佛的通证 都是先未始始前 最后开前显时 即便前面的前法 佛陀没有说 会归一念心性 但是你们都没有做错 心性的心习都存在 你们只要接上就可以了 好 那么到此 释迦摩尼佛把他今生所说的法 做了交代 这以下佛陀为了印证 三称印证 三称跟一佛正是同一条道路 他引过去佛 他说你想想看 过去佛也是这样做的 我们看佛陀引过去佛 第一个佛 过去佛是怎么开显真实的 看经文 过去无数节 无量灭度佛 百千万亿种 其数不可量 如是诸世尊 种种原辟欲 无数方便利 演说诸法相 是诸世尊等 皆说一称法 化无量众生 另入于佛道 那么佛陀以他的智慧眼 以他的这种宿命通 来看他过去的无量节当中 也有无量诸佛出世 乃至于灭度 那么这当中 这些无数佛 也是用种种的教法 来教化众生 那么如是诸世尊 是怎么教化呢 用种种的因言并语 乃至于无数的方便利 来演说种种的差别相 这些佛陀一开始 也没有马上就说 一念心性本来记足 你们就应该把自信高得开显 他也没有这样做 其过去的佛 也是讲三称法门 五称法门 从因言上起 秀因证果 也是有所得 到了最后 才会回归到一念心性 化到一切众生 另入一佛道 就是佛陀的说法都是 先开方便门 最后再施真实相 不但我如此 过去佛也如此 我们看子二的广宋开显 广宋开显当中 分两段 先看第一个 总民方便住行 看经文 那么过去的伟大的佛陀 他们也是知道 一切世间 天人众生 长时间在轮回当中 他已经形成了 个人的性格倾向 各有各的喜欢 有些人喜欢涅槃极尽 有些人喜欢功德庄园 有些人喜欢人天果报 那佛陀必须怎么样 横顺众生 所以更以义方便 这个义就是 不同的因言 来射受他们 然后呢 等到根基成熟 障碍破除 再开显一心真如 过去佛是这样子做的 那么什么叫义方便呢 这以下就详细的说明 别是开显之相 就是什么叫义方便 来开显第一意呢 分两段 第一个 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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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 言 言 公 就是 言 佛 我们这个成佛有三因 正因理性 了音会性 跟言 言 善性 就是从修善法里面 去成就 往生的 成佛的资粮 这个地方分成七颗 看第一个 约六度法 看经文 若有众生类 直诸过去佛 若闻法不失 或持戒忍辱 精进禅制等 种种修福慧 如是诸人等 皆宜成佛道 那么佛陀 过去佛 出世的时候 也没有马上开显 一心真如 他怎么做呢 他先讲六度 来射受众生 若闻法不失 先讲六度法门 那么听到以后 佛陀赞叹 布施的功德 持戒的功德 来自于 禅定智慧的功德 使令我们 在六度当中 修福修慧 忏悔 欲章 积极之量 但是 佛陀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 这些人 到哪去了呢 这些人 也没有停留 在六度的功德 皆已成佛道 佛陀用 他的智慧 来证明 这些人 虽然一开始 没有进入真实法 但是 现在的 以佛眼来看 他们都成佛了 诸位 这是限量的真实境 我们举一个例子 为什么 世修 还是可以成佛 迟早问题 我们几受戒好了 你看菩萨戒 有几个受菩萨戒的 知道说 哦 这是我是为臣知佛 诸佛是以臣知佛 我体体无边 没有吧 绝对不无人受菩萨 就是贪那个菩萨戒的功德 他说 你不知道 你要没有受戒 你持着戒 就不圆满 你持着善法 就不圆满 你今天受了戒 你所修的一切善法 叫做菠萨蜜 他说 哦 这样子 那我同样做一件事情 我应该去受戒了 哦 他就去受戒了 受戒以后 严禁发心 得到戒体 得到戒体以后 他就有个愿望 他曾经四断一切恶 四修一切善 四度一切众生 他心中可是有目标的 我们以前修善的时候 是漫无目标 看心情 我现在想修善就修善 那我现在是 我想要修善 变成我一定要修善 变成不得已了 他有一种试验力 那么这个试验力 再加上行动力 好了 种子起现行心 种子辗转 辗转相续 人静望远 他的有所得的烦恼 就轻薄了 结果他慢慢的 他虽然一开始 他认为只是在 实戒 但是时间长了以后 他的心改变了 他慢慢从有所得心 慢慢知道 其实实戒只是 借向修行 透过直接的法 来开想我内在的 清净的功德 所以皆已成佛道 就是你即使不知道 他也是往这个方向走 这个是佛法 佛陀高明的地方 他能够设定一个法 就是说你本来是肚子痛 佛陀就有本事 让你这个药吃了以后 把你的肚子痛治好 所有的病都治好 还有身体健康 你说我一开始是肚子痛 是的 你一开始向佛陀求的时候 只是想要求六度 但是佛陀的法门 绝对不是只有给你六度而已 他是皆已成佛道 佛陀的法是究竟皆得一切种事 佛陀是讲过去的实际的例子 但是佛陀的法